疫情下出街不安心 但留在家中同樣不放心 日前女網紅蘇淼淼遇到匪夷所思的事 光天快日之下 大型屋苑竟然被三名遲都男子闖入 洗劫之餘 還打傷了她的BB 事主心感不憤 決定懸紅二百萬緝控 11時多 我還沒睡覺 突然聽到有人按鐘 傭人抱著我BB在店裡 他沒有為意 打算是我的朋友 他就走去開門 一開門 我聽到有些怪聲 有男人的聲音 我立即走出來看看發生甚麼事 我一走出來的店 已經是有個男人 掩著我傭人的眼和口鼻 因為他抱著我BB 我BB就跌到地上 傭人吊著他的頸 我BB又可能痛 然後哭 然後那幾個人就害怕 然後就很暴力地掩著我BB的口鼻 弄他的頭 想我BB不要出聲 所以就一進門口 那一下已經是有打我BB 其中一個男人就立即衝過來我這邊 我站在廳的這裡 立即衝過來 就綁著我 還有將我和BB工人 推了進去工人房 他就關上我工人房門 我就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情況 就聽到他們在我家裡找東西 搜東西 過了一會兒 聽到他們離開了 我的門有聲音 離開了之後 我就自己鬆綁了之後 出來看看工人和BB 是怎樣的 BB是六個月大 被他打到臉 是瘀了眼的 都有瘀青 你進來後 我甚麼都給你拿 都沒有作任何反抗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打我BB 還有… 都是求財 但這樣就真的很無道義 賊人離開之後 他就自行鬆綁報警 警方調查之後 宣稱他的財物損失 總值大約三百多萬 但蘇小姐就說 遠遠不止這個數 當時我就跟他說 我的手袋 我的飾物 電腦 手提電話 還有我的手錶被人拿了 他就問我大約的數有多少 我直接跟他說七、八隻錶 還有一堆飾物 我數不到有多少 還有十多二十個袋 他們就自己總括了一個數 現在跟他們說 我所有生物有多少 其實我總共損失 大概有九百萬至千一萬左右 這宗案件看起來 像是隨機入屋行劫 但蘇小姐就覺得 賊人早有預謀 打劫的前一天 其實我出門的時候 保安已經有跟我說 蘇小姐今天有三個男人來 就說是速遞員 但我打給你 我又打不到給你 所以我就沒有放他們進去 其實我最生氣不是 我損失了什麼財物 我覺得錢沒有了 是可以再找回 不是說自己有多有錢 還有說要炒作什麼 根本有些人想這些 我覺得是很無謂的 我不會拿自己家人 拿寶寶來玩 總之我現在自己要出二百萬元 去找這群人出來 其實我是為了我的寶寶 事發後 蘇小姐想向大廈管理署 拿回相關片段 但就遭到拒絕 但當她回看紀錄之後 就認為這件事是源於管理署的疏漏 然後她們給我的答覆 就是因為她們是住客 她們沒有權干涉住客的出入 我說那你提供住客的資料 你讓我看CCTV 她們就拒絕 不讓我看 叫我自己找律師 申請 她們才會讓我看 後來有人給我這段CCTV 我就拿到 然後我就看到 根本不是她們拍卡入 根本是看姦放她們入 為何會放三個這麼奇怪的人 進入這個屋苑 事發後有不少網民批評她 因為高調原副 而引起賊人注意 但蘇小姐就說她之所以這樣做 是想忘記前男友對她的傷害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 就是我想讓她看到我過得好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有多受傷 因為之前這件事 你說教訓的話 其實我不覺得我在網上 分享我自己的生活 分享我擁有甚麼是我的錯 但現在確實 因為我鋪了這些東西 而影響到我的家人 令我寶寶受傷 我覺得是我的錯 因為始終都是自己 暴露這些財物 令別人起了一些… 甚麼是甚麼 起了一些… 貪念 貪念 起了一些貪念 就選了我做目標 傷害了我的寶寶 由於蘇小姐對大廈的保安 已經失去信心 所以接下來會盡快搬走 經過這次這麼驚嚇的事件 未來也可能會加強保安 保障財物安全 請聽嗎